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日志啊 我们相信我们的同学应该都见过Windows下的日志 或者我们一些运用程序所产生的日志 它是干嘛呢 它是记录我的操作系统 或者我的对应的程序在运行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情况 有正确日志记录了有哪些人访问过 有哪些人曾经用过我 当然也有错误日志 我要记录我的什么时间段 什么时间报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 那这个日志相当于什么 哎 我要进一个大厦 我要用一个工具 我都要签一个表格 然后呢 我才能去领取这个工具 或者是进入我的这个房间 那这个日志啊 平常看起来不起眼 可能我们很多同学 甚至在Windows当中都没有见过Windows的日志 那平常看起来不起眼 但是一旦当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 或者是应用程序 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报错了 比如说不能正常访问了 甚至比如说被人攻击了 那么日志呢 就是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记录手段 我们通过查询它 就应该可以知道 哎 到底哪些地方出了 哎 我们现在就说 比如说我们要去判 对吧 那判案呢 比如说就是有人把我们家偷了 那这个东西谁偷都有可能 那这个时候呢 我怎么来确定呢 如果没有任何记录的话 我很难搞定我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个时候我们安装的监控摄像头 就是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指标 对吧 我通过这些指标监控摄像头 我就可以判断 啊 原来是什么情况 什么样的一个人 那几点几分来的 对吧 那日志呢 就起到了这样一个监控我们计算机 当前操作系统的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 如果是我们个人用户 在使用的时候 如果我不知道日志 或者我很少使用日志 对你个人来讲 你这个区别不大 但是如果是我们的服务器 那么当我的计算机出现了问题 一定要记得 不要上来就去操作你的服务器 怎么怎么的 这个了那个了 什么角落上来就可以搞 要干嘛 先去查看对应的日志 通过日志来分析判断 到底出现在什么问题 然后再来招数解决 我们说任何一个错误出现 任何一个故障出现 解决它的方法都是什么 从一层一层逐步去分析 逐步排除 然后才能确定它是什么问题 哎 曾经有同学啊 我们有我们有我们的同学啊 曾经就跟我说 老师 我的某某某服务 出现了什么什么什么问题 哎 这个问题还是 比如说就是服务当了 用着用着就不能用了 而且经常出现 什么情况 我说 你应该先去掺日志 通过日志 再结合我们的这个服务本身 一步一步来分析 才可以判断 它到底哪出了问题 否则我说服务器当了 服务出现问题了 什么都有可能 哪怕你一不小心 把往前碰掉了 都是有可能 对不对 哎 但是我们有些同学 他听不进去 他想的就是说 老师 我告诉你了 这个东西出问题了 你是我的老老师 那么你就应该必须 让我走去 否则 就这么能弄到 啊 我说这是违背 这个科文规律 对吧 这是不现实的 所以我们说 呃 我们所学的所有的内容 它其实都是组组相关的 哎 不是说 我会的这一招 那么一招先 不不先 永远都是可以使用的 不可能 对吧 所以我们说 日志观的呀 平常看起来不起 但是 我希望大家记住 如果我们操作的是服务器 这个东西 你需要天天都需要查看 天天都需要分析 好了 我们说了一下日志的作用 别看它不起眼 其实它很重要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三套S6.3当中 我们使用的这个日志服务 使用日志服务 那么在6.3当中呢 我们的日志服务 已经由R C-Slog 这个服务 取代了原先的C-Slog 其实 呃 取代的原因 可能我们说 它更先进呀 功能更强大 等等等等等等 其实 待会我就说 大家可以看到 我说R-S6.3的这个特点 我在这里标称了 其实我说 对我们的用户来讲 对我们的普通用户来讲 你不需要知道这些特点 到底有什么区别 不需要 你只要知道 R-S6.3比原先的S6.3更加先进 所以 所以 它取代了原先的S6.3 只要我们写入的 使用的是新的 这个Business系统 我们使用的日志服务 默认的就是它 就足够了 而且 你还需要知道一件事 R-S6.3 S6.3 适合我们的S6.3 是兼容的 那也就说 如果我们的 呃 日志 这个系统中心了 原先的日志 其实都是可以 被R-S6.3 来作为管理 哎 所以啊 这就够了 剩下这些 你看到吧 它什么 呃 机局网络传输 可以进行网络维克 对吧 更加安全 然后有消息框架 对吧 然后可以进行简单的逻辑判断 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 其实呃 其实对我们普通用户来讲 意义不大 哎 知道这些特点就行了 知道这家伙更先进 足够了 好了 这个需要大家注意啊 我们是这服务的名字改变了啊 变成了R-S6.3 那接下来呢 我需要你确定一下 这个服务 是否在你的Linux当中运行了 呃 这么说 我们的Linux当中的这个服务 R-S6.5服务 给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近视运行 呃 这个服务都是一样的 只要是Linux 默认都是其中的 而且默认也是开机自其中的 我们只需要手工查询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说 PS AX 这是最简单的 查询这个 哎 查询这个日志服务的 查询这个这个进程是否存在的方法 从我判断进程是否存在 就可以知道它是否运行 我们可以看到 这家伙是运行的 当然如果你只有这一条进程的话 不证明服务运行 因为这是Graph进程 啊 因为我去搜索了这个内容 对吧 所以产生了一条Graph进程 那只有有这个 才证明我的预置 这个服务是启动的 哎 这个 你们的计算机应该都是启动的 还有 我需要你确定一下 它是否是自启动的 啊 R-Sys Lock 哎 大家 啊 打错了 R-Sys R-Sys Lock 好 啊 在这里自启动的时候 它没有这个D啊 你会看到 在2345的时候 2345的时候 这个服务是运行的 这个服务是开机自启动的 啊 是开机自启动 不是运行的啊 好了 只要确定了服务是启动的 知道了服务的名字 好了 这个 这一节 这一小节 这个 这第一点 我们就解决了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你看看 有哪些常见的日志 哎 呃 在我们一开始讲这一句的时候就说了 蜡下的Lock目录 是用来保存系统末日志 所以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些日志 其实都在这个目录当中 都在这里 我们可以打开进去看一下 蜡下的Lock当中 哎 这里 传在这里 那这个时候呢 日志的数量其实是非常很多 非常很多 那 这些日志到底是代表了什么样的一些服务 或者程序的日志呢 我这里做了个表格 我们来看看 在CLN当中 记录的是我们定时任务相关的 哎 定时任务相关的日志 哎 我们一看CLN就应该知道 对吧 在Cups当中 记录的是打印信息相关的日志 Dmessage呢 这个日志 记录了我们的 这个开机自检的一些信息 对吧 其实在之前我们学过Dmessage命令 它其实打开和检索的就是这个文件 所以这两个文件和用命令 直接看到的内容是一样的 保存的都是我的计算机开机 开机的自检信息 通过这个日志 或者这个文件 我可以判断我当前计算机的这个运价 然后呢 有一个叫做B7NP的日志 这个日志比较讨厌 其他的日志 比如说我们的叫做Dmessage 哎 我们都可以干嘛 直接VM打开 就可以看到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 叫做B7NP的 这样一个文件 它是不能直接VM 我们打开看看 打开是这样的一种乱码 这其实是二进制文件 也就是说 它不能通过VM直接查看 不能通过VM直接查看 哎 不能啊 而是使用对应的命令 才可以查看信息 这个里面正记录的是我的错误登录 哎 如果登录错误的话 就用这个命令 来查看这个日志 就会知道里面到底有哪些错误登录 比如说 这里举个例子 如果输入日项命令 它记录的是 看入投用户 在本机中端1 然后在期间解散 哎 错误登录 那我们看看 我当前的系统里面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日志 Last LastB 然后就可以看到 也有 在入投用户 通过SSH登录 但是它没有登录成功 所以没有登录中端 通过哪一个IP 在几点几分登录失败 哎 这就是记录的这样一个错误登录日志 嗯 那如果有人攻击 通过不断的尝试暴力和解 尝试登录 这个时候在这里 就会有大量的错误日志记录 我们就应该提醒 提醒你 这个时候需要进去 对吧 你最好把那IP直接封了 还有 叫做LastLog的这样一个日志 它同样不能直接变 而是使用LastLog名乱来查看 它记录的是我们的用户最后一次登录的时间 我们看一下 LastLog Last最后Log登录 你可以看到 它列出你系统当中所有已知用户 大多数的用户是伪用户 所以它显示是从未登录 但是我们的日程用户 它最后一次登录是 远程中端一 来源于这个IP地址 在几点几分登录 它是记录的所有的用户的最后一次登录时间 这是LastLog 当然它同样也是不能为爱的 跟它一样 都是通过对应的日志查看命令 才可以搜索 好了 还有一些 比如说MareLog 记录的是我的邮件记录 信息Message 这是我们系统当中最主要的一个日志 它记录的是我系统当中所有发生的这个重大事情 所以这个日志的量就会比较大 日志的文件就会比较大 那这个时候呢 搜索它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打开Message Message 我这个文件现在只有600多号 因为我是实验计算机 我没有在真正的公网当中去跑我的台Lindus 也没有更多的几万几十万的用户来访问 只是我个人在用 但是你会发现 它其实也是量还是比较大 那这个日志的具体内容 我们下节课来具体来分析 这时候你只要看到它的量 比如说 它记录的是我的具体的这样一些 这个只要是计算机发生的这些事情 都会记录在Message里面 好 那这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日志 如果有问题 我们就应该去搜索这个日志 对吧 当然 它是按这个时间保存的 如果这个日志量真的非常大 好几千行 设置好几万行 手工去找很麻烦 我可以干嘛 大概判断一下 时间是几点几分 这个出了问题 然后搜索对应的时间 就可以快速的切换到当时的日志 来判断你的计算机是否出现的 对吧 我们讲过VI 都应该知道怎么搜索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叫做Secret日志 它记录的是验证授权方面的信息 其实Secret就是安全日志 也就是说 记录的是我的安全信息 只要涉及用户的账户密码信息 都会记录 都会记录 它这块说的比如啊 什么怎么着 这个我们后面 第二节课 来具体讲日志内容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这边写的是什么 好吧 还有WPMP 它同样不能为爱 而是通过Last Minute来查看 它是记录所有用户的登录注销信息的 同时记录了系统的启动重启的关机事件 我们试一下 Last Last 你就会看到 你的当前计算机 这个用户 在几点几分 从哪一个IP 登录到了远程中启动一 而且这家伙还在登录 那是不是就指的是我当前计算机自己 然后 某一个用户 登录了远程中启动 从哪一个IP 几点几分登录 几点几分退出 同时它会记录 比如说我的系统的重启动实践 都可以记录下来 这是Last Last的命令 实际上读取的就是 WTMP这个文件 还有UTMP 它是使用W 户和Use命令来查看的 这几个命令我们见过了 它是干嘛 查看我当前登录的用户信息 比如说 W 我当前有两个用户 一个是本地用户 一个是远程中端 登过来了 还有什么户 都是差不多的 Use 对吧 这个我们是学过 对不对 都是一样 那它实际上记录的 还是读取的是 这个日志的命令 好了 那这个主要的日志 我们就这么多 就是这样一些 主要的系统日志 这里面我需要你们记得 这样几个命令 Last TB Last Log Last 当然 W Who Use 我们学过 好了 这些日志 是系统默认产生日志 除了这些日志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 如果我的软件服务 Apaq MySQL 采用的是RPM 安装 我们都知道 RPM 会把它的文件 安装在这个系统默认为之中 那对应的 它的日志 也会安装在 Waxx的Log 这个模式当中 但是呢 这些日志 比如说Apaq 这些日志 它不是由 RCS Log 服务来管理 而是由 这个服务本身 比如说Apaq 日志 就是由Apaq 来进行 Apaq 服务 但是 它遵守 RSY RCS Log 这个日志的格式 所以你看起来 应该区别不大 但是你们要知道 我们RPM 包安装的 服务日志 才会装在这 但是原码包的 会装在这吗 我们都说过了 原码包是安装在 系统的 你手工纸径里面 一般是 优萨拉克 它不会有 任何垃圾文件 出现在其他模式当中 所以它的日志 也一定是在 你的手工纸径里面 那也就说 在Waxx的Log 里面出现的 就是RPM 那这些日志 有哪些呢 常见的有 Apaq 如果你装了 Apaq 邮件呢 如果你装了 RPM包的邮件服务 桑板 如果你装了 RPM包的桑板 SSD 如果你装了 这个手工安全服务 只要有 装了 这些日志 就会有 但是 这些日志 在你的计算机里 不一定存在 因为你不一定 安装了这个服务 我也没 不一定装了 所以不一定有 只是你需要知道 这些是RPM 安装的对应服务 才产生的质 原码包的 都在U3Log 好了 这就是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我们 强调了一下 日志服务的 日志的这个重要性 然后呢 学习一下日志服务 查看它是否启动 还是自启动 接下来 我们分析了一些 常见日志 这里面需要你知道 几个 常见命令 Last bit Last log Last 这样的这个命令的作用 好了 这节课的内容 就是这样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 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 新车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